今天准备来水沟打水洗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东西 我去这不是一个小甲鱼,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一动不动的 难道是已经跟我说再见了吗,那就只好把你给送回老家了 这个水沟怎么会出现一个小甲鱼,我这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我去在这里怎么发现一个黄色的小甲鱼呀 这是什么情况这里也会出现一只小甲鱼,不会是别人丢在这里的吧 这水沟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赶紧沿着水沟继续看看吧 我去,这里怎么会有一只鱼被搁浅在这里了呀 而且这个鱼还是白色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见过这种鱼吗 刚刚找了一圈上游没有东西了,来下游看看,不知道下游有没有收获 我去,一来到下游就发现这里有一个甲鱼,这个甲鱼好奇怪呀 白色的甲鱼你们见过吗,这甲鱼见到我全身都缩进龟壳里去了,难道是怕我吃掉它吗 接着继续下看看,这水沟也真是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咦,突然发现前面又有两个红色的小东西,凑近一看才知道是甲鱼,卡通小甲鱼 这些卡通小甲鱼应该是谁家小孩子不想养了,然后丢弃在这里的 接着继续下去下看看吧 我去,你们看一下这个墙上是什么,这卡通小甲鱼怎么跑到这么高来的呀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真的是逆天了呀 我去,怎么有那么多甲鱼,这个甲鱼和刚刚发现的大甲鱼是一个品种的 今天收获不错吧,这么多乌龟甲鱼呢 今天吃完午饭就来到河边野采了,突然发现怎么有一个东西跑了下来 而且还是一个黄色的小东西 呀,怎么是一只小乌龟,而且还是卡通乌龟 这里怎么会出现乌龟呀,好奇怪呀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野外的水沟怎么会有乌龟呢 咦,你们看看水底有什么,好像有一个东西正在动来动去 赶紧把它抓起来吧 我去,竟然是一只这么大的乌龟呢,这也太惊喜了吧 难道这些乌龟是谁家的小孩子不想养了 然后把它们丢弃在这里的吗 刚才我又发现这个角落有一个东西跑进去了 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怎么那么奇怪呀 而且它还特别凶呢 如果你们知道它的名字的话,记得告诉我一下哦 还是先把它放进桶里去回家了再研究吧 水中怎么有一个东西突然飘下来了 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是一只小乌龟 可是这个小乌龟怎么一动不动的 难道是领盒饭了吗 那就只好把它先送回老家了 这些乌龟们都是在这个水沟里找到的 应该是小孩子把乌龟们丢在这里的 我去,你们看看水中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呀 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你们有人见过吗?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你们仔细看它还有脚的哦 这东西也太奇怪了吧,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奇怪的东西,还是等下带回去再研究吧 今天收获就这么多了,赶紧把它们都带回家吧 昨天我听说村里老人说这个水沟里有好东西抓 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准备过来碰碰运气 一来到水沟里,我就发现这个角落里有一个东西 你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你们看看它的肚子怎么是橙色的,这个好像是乌龟吧 如果你们认识的话,把它的名字告诉我哦 现在接着向水沟上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好东西抓吧 你们快看看角落里这是什么,怎么是黄色的呀 赶紧把它抓起来看看这是什么 我去,这个好像是一只王八呀 怎么还是黄色的,你们见过这种黄色的王八吗 现在已经来到流水口了 再来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好东西抓吧 希望村里的老人不要骗我哦 咦,你们看一下水里这是什么 怎么看起来像一只那么大的甲鱼呀 我去,真的是一只大甲鱼 幸好村里老人没有骗我 不然我等一下都去村头奖励一下村里的老人了 你们看看这里有一个流水口流到下面的稻田里去的 也不知道稻田里有没有好东西抓 咦,你们注意到这里吗 竟然又有一个东西躲在这里哦 我去,竟然又是一个大甲鱼 看来我今天没白来呀 来了一次直接发财了 我刚刚看到一个东西很快的速度跑下去了 赶紧追下去把它给抓起来看看 竟然又是一只王八 这王八看起来好凶啊 还想咬人呢 你们看看这里又是一个什么东西被水冲下来了 赶紧把它捞起来吧 看起来又是一个小王八哟 绿色的王八 今天村里老人没骗我 等一下也回去了 也要给他们送点好东西去 看看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哦 不错吧,收获了很多好东西 赶紧带他们回家吧 家下午好呀 今天来检查一下鱼缸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吧 鱼缸里怎么有几只鱼漂浮在水面了呀 而且还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呀 赶紧先把鱼儿们都捞出来吧 也不知道这些鱼是怎么回事怎么飘起来了呢 咦,这个鱼闻起来都臭了 应该是领盒饭了 那就只好先送他们回到故乡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黑黑的是什么 看起来像一只小鸟呀 怎么会在我的鱼缸里呢 幸好鱼缸里的乌龟们还是挺活跃的 真是不错呀 鱼缸里也没什么鱼了 现在提上捅出去看看能不能抓点鱼回来吧 现在已经来到水沟里了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抓 咦,我刚刚发现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动来动去呢 把它抓出来一看怎么是一只小乌龟呀 这是我们这边的本地乌龟哦 这个水沟怎么会有本地乌龟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们看看角落里是什么 怎么有一个东西正在爬过去呀 原来是一只小甲鱼呀 真奇怪呢 这里怎么会出现小甲鱼呢 你们看看这里有一个小溪 也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更意外的收获呢 你们看看这里是什么东西 怎么一个黄色一个绿色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原来是甲鱼呀 可是这个甲鱼怎么身上还有小蜜蜂的图案呢 再来看看这里 这个水坑里竟然有一个红色和一个绿色的东西 看起来也是小甲鱼哦 可是这两个小甲鱼怎么一动也不动的 难道说是领盒饭了吗 你们注意看了 看看这个位置是什么 赶紧把它抓起来看一下 我去 竟然又是我们本地的乌龟呢 这家伙挺凶的还想咬我呢 刚刚没注意到这里 就在我刚刚抓到本地乌龟的旁边竟然有一个龙虾 而且这个龙虾还是白色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赶紧把它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吧 怎么会有白色的龙虾呢 难道是变异了吗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今天全部的收获也就是这么多了 赶紧提上铜带它们回家吧 take it our time 变弹了